胡雞黃丹反細腦,良心學者被停職 香港人看得猛,但看著深圳友善台的同胞更猛 因為他說了無奈就被咳,改播廣告 同胞就投訴,勒索說話不可以去祖國見光,叫香港人怎樣愛國 北京已見維權人士胡雞繼續支持港人 他昨日結束24小時絕食,繼續穿黑衣,不過他都有遺憾 身在台灣的黃丹保倉 有北京學者認為,國民教育應該包括檢討專制政治 如何吐督國民,而不是奴法教育 但有內地學者因為支持港人,令學校要停職 所以他呼籲學校要對得著自己良心